马来统治者特别会议 昨天结束之后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和各州统治者 先后发表文告 表达应该尽快召开国会的立场 首相办公室今天回应说 政府将遵从国家元首的意见 按照联邦宪法和国家法律采取后续行动 首相办公室今天发表了三个段落的文告 回应王氏提出的意见 文告指出 政府已经是了解到 国家元首在6月16号的文告当中 表达的看法 文告表示 首相在之前好几次觐见元首时 曾经告知元首有关处理疫情 执行紧急状态条例 全国免疫计划 经济振兴配套 人民财务援助 召开国会 国家复苏计划和其他的事项 首相办公室指出 政府将遵从国家元首的意见 根据联邦宪法和国家法律采取后续行动 不过首相办公室的文告 并没有透露什么时候 召开国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